许愿从来没有想过 像自己这样的小人物 居然会和清明上河图这样的国宝 设上关系 但是有一天 古董局中局 二 清明上河图之谜 进行 戴贺轩抄起了小锤子 对着瓶口猛然敲去 这一敲用力精准 只听啪的一声 词片飞舞 整个瓶口连同塞子和风泥 全被砸碎了 露出了一个大敞口来 一股醇厚的酒香扑鼻而来 在座的人都不由自主的猴头滚动啊 戴贺轩拿起酒瓶 为莫老身前的小钟满上 然后为其他人各自斟倒了半杯 最后也给自己倒了半盏 这一圈走完 没瓶里的酒也就不剩几滴了 戴贺轩端起酒杯 起身说道 咱们今天就为这个佳酿求得本分 干杯 莫老为首 所有的人都站起来碰了干杯 不过没有人一言而尽呢 大家都是小口细敏 生怕跟猪八戒吃了人参果一样 湖沦吞下 莫老细细的扎了几口 眼神一亮 好醇的酒啊 其他的人也纷纷的赞叹 哎呀 好酒 嗯 好酒 哎呀 七百年穷之欲业呀 好啊好啊 太难得了 太难得了 您不虚传啊 听着这满屋子的赞叹 要不然冲我眨眨眼睛 翻开宣传册上的一页纸给我看 我一看 立刻明白了 戴贺轩这家伙的手段 当真够狠啊 我们两个各自拖着一叠凉菜 端上了桌 桌子上的其他人还沉迷在永乐年间的沉酿之中 根本就没注意到服务员来上菜 我和要不然一左一右 悄无声息的来到了戴贺轩的两侧 戴贺轩正举着杯子 闭着眼睛 微微的笑 他忽然觉得好像身边多了两个人 随便扫了一眼 一看到我们 先是一愣 随即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戴贺轩怕惊到末老 压低的声音对我们说道 你们来这里干什么 要不然满脸堆笑的凑了过去 把宣传画册啪的一下打开 戴老师 您点点菜吧 戴贺轩往上面一看 立刻不说话了 那张南京博物馆的馆藏精品宣传册里 有一页恰好就是介绍梅瓶的 那是一件萧和月下追寒信的清华梅瓶 于五十年代出土于江军山的明代前宁王墓樱墓 是国家一级文物 是南京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在这个介绍梅瓶的文字里明明白白的写着 传世的明出梅瓶只有三件 除了这一件 还有两件藏于日本大阪的安宅博物馆 除此以外 世上没有第四件 其实在台北的故宫也有一件 不过当时还无人知晓 这戴贺轩是何等的聪明 他一看就知道 要不然是什么打算 在座的这些领导人只是缺乏文物常识而已 但并不愚蠢 只要有人此时点出这内府梅瓶的珍贵之处 他们立刻就能察觉到其中的猫腻 你想啊 举世只有三件的质宝 你怎么可能就容易找到这第四件呢 就算你找到这第四件 你怎么舍得拿起锤子 把这瓶口敲碎呢 只要这屋里有一个人带着疑问 找个明白人疑问 就知道这珍藏七百多年的酒 根本就不能喝 且不说酒质会有什么变化 单是平佑的渗透性 就能让这一瓶酒变成一瓶子七啊 但是他们确实每人喝了半杯 而且觉得还不错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这瓶子灌的 根本就是其他品牌的白酒 普通人对酒的口感很主观 很容易被周围影响 带贺轩在前头把这人的胃口吊得足足的 再用言辞一番烘托 再有两个人出声附和 那么所有的人都会觉得 这酒确实是相纯无比 说白了 这就是心理作用 那么等领导们搞明白这些事 那么真相就只有一个了 所谓封存七百年的永乐佳酿 这根本就是假的 要不然的时机选择的极妙 正好是众人把酒喝下去 兴致最高的时候 一旦骗局被揭穿 这伤害也就格外的大 如果这些领导发现 这个戴贺轩居然拿假酒来换人情 势必恼羞成怒 那他这个什么皇帝内功 也就不用再练了 我看着戴贺轩 只见他脸上阴晴不定 估计他脑子里正飞快的算计着 周围的宾客们 还沉浸在这七百年鲜酒的熏陶之中 根本没有注意到 这两个服务员跟戴老师在说什么 要不然笑眯眯的说 戴老师 我推荐您点这一道 白烧四宝 白烧四宝 也就是白烧雌宝的意思吧 顾名思义 这是一个隐晦的威胁 那意思就是说 你要是不答应我们的要求 你这个宝贝就白白浪费了 但是我们用菜名来隐晦的表达 周围的人是听不出其中的寓意的 这也算是给戴和轩留了一个 缓转的余地 戴和轩倒是很聪明 他板着脸冷冷地说了一句 我不喜欢这道菜 换一个 麻脑鸡片和杂粮会吧 他这句话也是暗藏玄机啊 鸡片和杂粮会 搁在一起就是机会 戴和轩显然不肯轻易就范 觉得我们的这种威胁只能换回一次 堵斗的机会 其实此刻我们双方都是投鼠机器 戴和轩害怕我们毁了他的事业 而我们也清楚 如果真把这事抖落出去 把戴和轩给得罪了 那也就彻底断绝了他跟我们的合作之路 他说肯给我们一个堵斗的机会 那算是最大限度的账簿了 要不然和我对视了一眼 把宣传册收了回去 好的 我们这就给您准备 您慢慢用 我临出门的时候又看了一眼戴和轩 此时这家伙已经换了一番脸色 继续殷勤的给墨老讲解着此久的 延年益寿之功 喜得这个墨老不住的称赞 这家伙真是个演技派啊 能有今日的成就 也确实非浪得虚明 等我们出了门 我忍不住问要不然 你怎么知道戴和轩会有这么一出啊 你还记得吗 咱们一进那个别墅 就看见他要验请汪局长 还说有一个神秘的宝物要鉴赏 当时哥们就留了个心眼 后来在二楼 你跟他赌斗的时候 我就看到这个展厅里 有一个柜子里搁个瓶子 就是这个内府煤瓶 我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可我再仔细一看 这瓶子的口碑密封了 搁在那阴干呢 估计是刚灌进去酒 我心想这孙子肯定有大买卖要做 所以啊 我就买通了他手下一个弟子 把底细给套出来了 原来在我一败涂地之时 要不然已经想好了反击的手段 这家伙 在敲诈方面真是一把好手啊 不过要不然 倒是没看出我的心思 继续说道 可惜戴和轩也不傻呀 哥们这招只是逼出一个机会 轩 你有没有把握 别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啊 不会有下次了 我点了点头 不是能不能胜的问题 而是必须要胜 要不然笑了 行啊 这修炼十天回来眼神都不一样啊 老嘲讽的手段真是神鬼莫测呀 对了 要不要先去看看奄奄啊 不用 等我搞定了戴和轩再说 我们回到房间 换好衣服 走出酒店大门 一上车 要不然忽然说道 你现在能说了吧 你到底要从戴和轩那得到什么呀 我不知道 哎 徐燕 哥们都帮你到这个地步了 你还防着我呀 我没有防着你 第一 我从来就没信任过你 第二 我确实不知道戴和轩手里有什么 刘老爷子也不知道 刘老爷子只是很坚定的告诉我 如果想要清明上河图能翻盘 戴和轩是唯一手里藏着底牌的人 要不然抓了抓头发 显得有些恼怒 但他最终还是任命似的垂下了肩膀 好吧 好吧 这次就姑且相信你吧 不过你记着 合则两立分则两伤 接下来 你呀 要是还跟防贼似的防着我 什么都甭说 这事肯定得谎 大伙一块完蛋 明白吗 我捧着脸没有回答 要不然先咧开了嘴 行了 你别这么严肃 你哥们笑一个 要不然说着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我紧绷着脸 尽量控制着自己 不去理他 第二天一早 我正准备出发 要不然告诉了我 清明上河图争议的最新进展 一个很糟糕的消息 百瑞联拍卖行之前宣布 如果故宫博物院拒绝对此事进行回应 他们将委托国际权威机构 先对百瑞联的藏品进行碳十四的检验 现在检验结果已经公布了 证明该藏品的年份应该是公元一零零零年正负四百年 恰好是宋代 这个结果不光把故宫博物馆和五脉逼到了墙角 而且已经重重的挥出一拳 两个版本 真本是宋代 燕本是明代 现在百瑞联已经证明自己是宋代了 那么故宫收藏的那本 如果再拒绝检验 那就等于是承认自己是假货了 我有些担心 不知道刘老爷子能不能撑过这一关 要不然看出了我的担心 宽慰我说 行了 你也别担心了 昨天晚上老嘲讽已经开始出手部署了 我不知道他能怎么做 但是能拖延个几天应该问题不大 我暗暗握紧了拳头 看来戴赫轩这儿啊 今天非得有个结果不可 我们两个驱车第二次来到了戴赫轩的江边别墅 戴赫轩这次接待我们 一点好脸色都没有 上来就瞪着要不然 不愧是破除五脉之人呢 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都使得出来 要不然呵呵的笑着 提起这下三滥嘛 承让 承让啊 戴赫轩冷笑了一声 可惜啊 你苦心经营 只是给这个废物创造了一个机会而已啊 你不觉得可惜吗 说完他看了我一眼 充满了挑战 我淡然一笑 戴老师 甭浪费时间了 咱们开始吧 好啊 如果这次你失败了 就不要再来烦我了 戴赫轩特意提醒了一句 我们三个实在没什么好说的 静止来到了二楼 那面陈列架上依然热闹 不过摆的鼓丸都已经换过一遍位置 戴赫轩真是怕我上次偷偷记住位置 不想让我占这个便宜 我心里一笑 嘴上没说什么 戴赫轩拿出了一根香 点燃之后 插在香炉里 和上次一样 一株香的时间 请你摆不穿扬 其中最贵之物 请你挑出来 我没搭理他 稳稳地站在了陈列架前画的那条线上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把视线 投向着三十件鼓丸 这一次 我的心平静无比 没有任何欺负 这些琳琅满目的鼓丸 在我眼中和中山林里那些鼓碑合而为意 我仿佛此刻左石排比右直莫铺 就像是在老徐家的后院一样 只需稍加脸神 就排除掉了一切杂念 把全部的精神 都投注在那些密密麻麻的细节里 无论是要不然略带担忧的注视 还是戴赫玄充满恶意的眼神 我都看不到 外界的一切联系已经被我斩断 这个世界里只剩下了我和陈列架上的鼓丸 我爷爷许一诚在宿顶路里曾经说过 剑宝有两重境界 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 有我之境是我在鉴定鼓丸 无我之境 鼓丸自道真伪 我原来对这两段话不太理解 觉得太悬了 可现在我完全静下心来扫视这些鼓丸 对无我之境 忽然多了一丝瞑目 和从前相比 这些鼓物在我的眼中变得更加的清晰 不是视觉上的清晰 而是感觉上的清晰 比如瓷碗上的一丝缝隙 烟盒上的一段小螺纹 鼻烟壶上的几点污渍 金蝉背脊上的半枚玉浇 这些从前我根本不会注意到的细节 如今都变得鲜明起来 无需我刻意留神 他们就自动地跳入了我的眼中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 鼓丸自道真伪的无我境界吧 这是观察力上的进步 更是心境地提高 我面无表情地扫视着沐家上的物件 十五分钟很快就过去了 戴和轩迫不及待地拔掉了箱 宣布时间到了 然后问我究竟有没有猜中 我缓缓地举手 没有半分的犹豫 指着陈列架说道 我选这个 戴和轩见我的指头虚晃 以为我心里有犹豫 略显得意地追问 不要犹豫嘛 到底选哪一格呀 我笑了 哪一格也不是 就是这个呀 到底是哪一格 你不要拖延时间 我的指头在半空画了一个圈 我看了 这一圈里啊 戴老师您这最值钱的东西 莫过于这个木头架子呀 我的话音刚落 要不然眉毛一律 他没明白我什么意思 戴和轩哈哈大笑 小老弟 你是不是被吓糊涂了 想认输就只讲嘛 放着这么多古丸不点 却对一个木架子说胡话 对不起 这回我得买毒还猪了 您这三十格里的古丸 无一例外全都是验品 只有这个陈列架的木架子 堪称是一个质宝啊 戴和轩还在装糊涂 你什么意思 我走到陈列架前 用手拍了拍木框 嘖嘖赞叹 用金丝楠木打造这么大一个陈列架 当真是大手笔啊 金丝楠木 这四个字一出口 戴和轩立刻像是泄了气的皮球 气势全无 这个陈列架的木框没有刷漆 原木原色 木质呈现淡黄 黄中还带着一点浅绿 纹路很清晰 线条曲线优美 而且间隔均匀 似是风鸾叠杖 如同一幅浑然天成的山水国画 最神奇的是纹路间隐有金丝浮现 在光线相对昏暗的展厅里 这个特征格外的突出 这是典型的金丝楠木 金丝楠木是极为珍贵的木材 质地紧密 温润不造 千年不服不变色 在古代只有皇家才有资格使用 普通人敢用的话 那是要杀头的 金丝楠木制成的东西 在古董市场十分的抢手 哪怕只是一串佛珠 都能卖出天家 谁要能有一套金丝楠木的家具 那这几辈子都不愁吃喝了 可惜经过长期的砍伐 金丝楠木已经接近灭绝 现在国家严禁砍伐 市面上早就没有真正的金丝楠木了 古董市场上流通的 都是从各地的旧建筑和旧家具上 一块块拆下来重新拼凑的 价格贵比黄金啊 我看戴赫轩这个木架子的 整体质地和色泽略有斑驳 丝有断点 不是浑然一体 显然也是一块块凑出来的 拼成了这么一个架子 我甚至看到 陈列架其中有几排周围的木色 明显的发暗发音 隐有泥纹 这几片木材恐怕是从坟墓官国里拆出来的 而且都是用得起金丝楠木的富豪大坟呢 戴赫轩为了自己这个陈列架 不知道偷偷挖了多少坟 惊扰了多少古人呢 这个架子的四角还点缀了几片乌黑木角 看起来好像墨点一般 这是阴沉木 所谓阴沉木 是有些金丝楠木 因为各种原因被埋在地下上千年 木料因为缺氧以及高压 而被碳化成了乌黑的颜色 就形成了阴沉木 珍稀的程度 更高于金丝楠木之上 这一面陈列架 居然拼凑有如此之多的金丝楠木 看来这个戴赫轩前几年的经历 恐怕不只是气功神棍这么简单 可惜我不是青字门出身 对木器不太了解 不然能看出更多的门道 戴赫轩输了赌斗 看着我面沉似水 一言不发 下集预告 赌斗输了 戴赫轩只得履行诺言 说出自己所知道的清明圣河图的秘密 原来戴赫轩的先祖戴希 是一个名气很大的画家 道光年间 他时常被赵进宫去 借着这层关系 故宫里的各种珍藏 他都曾经有机会见到 其中也包括清明上河图 戴希看完画之后 曾回家对儿子说了一句奇怪的话 张泽端灿然杰作 凄乎不全 意思是 故宫所藏只是残本 缺了一截 这个信息一出来 许愿只觉得脑袋嗡的一下 好在 他依然敏锐地抓住了戴赫轩话里的漏洞 那个江湖骗子的脸上 第一次浮现出了为难的神色 这一面陈列架 居然拼凑有如此之多的金丝楠目 看来这个戴赫轩 在前几年的经历 恐怕不只是弃弓神棍这么简单 可惜我不是青泽门出身 对木器不太了解 不然能看出更多的门道 之前说过 社赋考验的不是对古丸的鉴赏能力 而是一场心理战 那三十件古丸摆在架子上 气势惊人啊 这就是一个巧妙的心理暗示 大部分人一看到陈列架 受了暗示 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 选定的范围是这三十件古丸 而社赋时心无旁骛 不作他想 但仔细想想戴赫轩开赌前说的那句话 他说的明明是 请你射出陈列架里最值钱的物品 可从来没有把木架本身排除在外 所以只要参赌的人 脑子里存着三十件的定见 那就必败无疑了 这就是戴赫轩精心设置的心理陷阱啊 参赌者越是心无旁骛就败得越惨 估计戴赫轩从前用这一手骗过不少人 十天前我第一次赌斗的时候 心机如焚 十五分钟连三十件古丸都没有看完 更别提去注意这个木架了 而这一次 我完全静下心来 这才注意到木架置地的蹊跷 再仔细琢磨戴赫轩的措辞 终于堪破了他暗藏的玄机 那金丝楠木架子的价值 可比陈列齐上的其他古丸值钱多了 可见要破这个局需要的不是心无旁骛的专注 还要有买毒还珠的勇气 旁边的要不然兴奋地给了我一拳 行啊 你小子总算是恢复状态了 戴赫轩输了赌斗 面沉如水一言不发 直到我走到他的面前 他才故作镇定 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话 好 混好 我挂象里的变数 果然是印在了你的身上 我洞悉宇宙真理 却也不能不顺应天意 我直接了当地说 少废话 我胜了 请你履行诺言吧 听到这个要求 戴赫轩眉毛一挑 眼神里突然透出了一丝狡邪 好啊 我认输 我会履行我的诺言 不过你到底是让我履行哪一个呢 是对黄奄奄的车速呢 还是清明上河图的秘密 我心里咯噔一声 我这才意识到 面对如此狡猾的神棍戴赫轩 我又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刘一鸣是让我找戴赫轩 要清明上河图的秘密 而黄克武 是让我用大旗通宝换回奄奄的安全 这本来是两件事 可被戴赫轩一搅和 我把这两件事当成了一件事 当初戴赫轩在开赌之前 承诺的是我输了就如你所愿 他故意把胜利的条件说得很含糊 原来却是在这儿等着我呢 我千房万房 还是被这个混蛋摆了一刀 看到我一言不发 戴赫轩重新得意洋洋起来 你用大旗通宝换回一次胜我的机会 让我做一件事情 没有问题 我这个人从来是信守承诺的 所以你快告诉我吧 他这是要诚心给我出难题啊 清明上河图的秘密 世光五脉兴亡 而我又岂能坐视奄奄 身陷牢房而不顾 看到我不吭声 要不然急得叫了一声 许愿 我知道他什么意思 今天早晨 百瑞莲已经公布了探十四的结果 危机迫在眉睫 已经没有时间犹豫了 一个女人和整个五脉 如何选择显而易见 戴赫轩还嫌我犹豫不够 特意补充了一句 今天法院给我打了电话 程序已经走得差不多了 你在犹豫 到时候 我可没有办法了 我没有片刻犹豫 我要清明上河图的秘密 戴赫轩哈哈大笑 一求无价宝 难得有情郎啊 黄小姐要是听到这个消息 不知道该有多么伤心 我还没说完呢 我冷冷地打断了戴赫轩的感叹 这次轮到戴赫轩一愣 我上前一步指着自己说道 奄奄的自由 我来换 什么意思啊 我对男人不感兴趣 你少扯淡 你不是想让我入你的门下 修炼黄帝内功吗 只要你对奄奄撤诉 我就加入 我们可以签个合同 强扭的瓜不甜 你对我早就怀恨在心 我收你在门下 岂不是给自己造一个大麻烦 那换个说法吧 我入你门下 作为推广黄帝内功的大使如何 你别忘了 我可是破获佛头案的主角 也是五脉许家唯一的传人 现在还是全国节制的打假英雄 我用这些头衔换回一个黄奄奄 你不吃亏吧 俗话说君子欲于义 小人欲于力 跟戴赫轩这种利欲熏心的家伙 不用谈道德 直接聊好处更好 如今我在国内的知名度 如果参与他皇帝内功的推广 那对他的影响力绝对是一大提振 我不相信这个精于算计的家伙不动心 只见戴赫轩的眼睛 咕噜咕噜地转了几圈 他在心里全横着利弊 要不然一把拽住我 你疯了 牵什么卖身器啊 没关系 奄奄那边我有办法 实在不行 咱们有的是手段让这孙子告扰 说着要不然面露凶光 开始往怀里磨 我想到他身上还揣着一把枪呢 连忙把他拽开 算了 这种事情 不可以这样 你不做 你不做我可以吧 反正你是白道 我是黑道 我怕什么呀 要不然忽然大吼起来 我一把抓住了要不然 那也不行 要不然瞪着我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 我倒是忘了啊 你变回原来的你了 是吧 那就把原来的迂腐也变回来了 是不是 我露出了一丝苦笑和自嘲 如果我真的和原来一样迂腐 现在就不和你联手了 我说的是实话 和老嘲讽联手那是我最不情愿的选择 已经突破了我的原则 如果现在我再次顺从要不然的想法 我害怕自己以后习惯成了自然 每次碰到难题都做妥协和放弃 我的原则和底线 就会被一次又一次的洞穿 直至荡然无存 到那时 我和老嘲讽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和要不然瞪着眼睛 对视着 旁边的戴贺轩 终于开口 很好啊 我给你准备一份合同 你把它签了 这两件事情都好说 行 没问题 我的语气很坚决 我知道我是唯一能够拯救 武脉和老嘲讽的人 否则要不然也不会跟我联手 这枚筹码 可以让我占据主动 果然 要不让无奈地捉了捉牙花子 把本来已经伸进怀里的手 缩了出来 下次我得先战后奏 徐大善然 我们三个从二楼下来 在大厅坐定 戴贺轩 宣吩咐弟子准备一份合同 然后又递给我一管笔 我把合同看了一遍 上面写着 我将受雇于一个叫做宇宙皇帝文化推广有限公司 职位是推广大使 薪酬什么的是空白 而合同期限 却很吓人 上面写着两个字 终身 事到如今 我也没有心情跟他逐条去谈判 我把名字签了上去 又把身份证掏了出来 让他的徒弟拿去复印了一份 戴贺轩把合同签好 心情大好 我催促他尽快履行诺言 戴贺轩拿过电话 当着我的面给公安局打了一个电话 提出撤诉 然后他告诉我 撤诉也得有一个过程 不过奄奄三天之内 肯定能放出来 戴贺轩说完又饶有兴趣的抖了抖合同 我不晓得奄奄小姐出来以后 发现你跑到我的手下 会是什么表情啊 那个丫头可是个刚烈的性子啊 你打算怎么跟她解释啊 我不想继续这个话题 就催促道 敢轮到清明上河图了吧 哦 对对对 还有这个事情啊 戴贺轩嘴里说着 却不着急 他端起了一杯刚刚沏好的热茶 吹了吹茶叶 抿了一口 割下了茶杯 这才慢吞吞地说道 我家的先祖叫戴西 集贯杭州前堂 道光十一年进士 十二年汉林 官至兵不施郎 贤族一生 诗话如秘 世纪江左四王 知道哪四王吗 王十敏 王界 王元起 行了 我不是来听你摆家谱的 我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 戴贺轩双手一摊 你们不想听 那就自己去找那个清明上河图的秘密了 我忍住了怒火 点了点头 示意他继续说 戴贺轩得意洋洋地看了我们两眼 继续说道 我家先祖 善化花鸟人物 一击梅竹石 名声恒大 道光年间 他时常被招进宫去 留下不少墨宝书画 记得这层关系 故宫里的各种珍藏 他都有机会见到 其中也包括清明上河图吗 不错 当时有一个大收藏家 叫碧元 他花了大价钱 从陆费池的手里 购得了清明上河图 可惜后来犯了大错 满门抄斩 这幅画就进了宫中 嘉庆皇帝特别喜欢这幅作品 到了道光年间 我的先祖戴希有一次 入宫作画和寿 天子一高兴 恩准他进入玉库观摩 他借这个机会 终于一睹其真容 戴赫轩刚才提到的 陆费池 碧元碧龙兄弟的前印提拔 我都在照片上见过 所以戴赫轩刚才所说的 传承的次序 所言不虚 戴赫轩说到这儿 语气稍微停顿了一下 戴希当晚回来 神色有些古怪 他儿子叫戴以恒 那也是一位丹清明家呀 他问父亲有没有看到 清明上河图 戴希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 张泽断 灿然皆作 西护不全 我和药不然听到这儿都一愣 齐声问道 什么叫西护不全啊 戴赫轩慢慢地喝了一口茶 扫了我们眼 自然是西护 清明上河图 画卷不全 故宫所藏 只是残本 缺了一截 果而我家先祖 由此一摊 我顿时觉得脑袋一晕啊 我觉得脑子里被极多的信息量给冲垮了 先前我也想过 清明上河图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比如画风 运笔 运墨 或者是某一处细节隐藏着什么暗号 可我从来没想过 流传了这么多年的名画 居然不是全本 我飞快地在脑海里 检索着清明上河图的相关数据 故宫本的清明上河图 宽24.8厘米 长528厘米 捐本 两侧都被仔细地装表过 看不出有残缺断结的痕迹 并且在历代的笔记著述里 也从来没有提及它这残卷 戴西这个观点 可谓是石破天惊 我追问道 戴西为什么这么说 有什么凭据吗 戴赫轩摇了摇头 戴义恒当时 也是这么问戴西的 可是戴西没有回答 反而把他喝退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吧 清明上河图是天子所藏 谁敢多嘴非 他说短了一截 万一让皇帝听见 让他把话补全 那可如何是好啊 这倒是真的 道光朝的文字语 虽然没有乾隆朝那么严厉 但这些文人早被杀得吓破了胆 写完以后便把他收藏起来 从不公开示人 对了 这个字体 就是跟他另外的一件珍藏 大旗通宝 搁在一起的 我有些不甘心 那那幅字体里写的是什么 有没有提到清明上河图的残本 我刚刚说过不公开示人 不要说外人 连他的儿子戴以恒都没有见过 戴以恒在他的最苏斋笔记里面 特意写了这段义事 说他父亲把字帖藏得很紧 还告诫家里人 除非清明上河图真相得白 采取代驾后世子孙公开此帖 戴以恒推测 自己的父亲 可能亲眼见过清明上河图的残本 与故宫本进行对照后 终于确定真本不全 戴以恒是单亲名家 他发现这等秘密又不敢说 简直是不图不快 于是便把这个发现写在字帖里 以代后人证实 戴赫轩这段话说的是有道理的 我大概也能猜到戴希的心理活动 这是一种很典型的文人小心思 胆小怕事又爱惜自己的名声 他写了字帖秘而不放 等到别人站出来证明清明上河图 确实是残本的时候 戴家的子孙便可以公开此帖 证明戴希才是发现这个秘密的第一人 既安全又轻视流明 戴赫轩继续说道 戴希后来回到杭州养老 没想到闹起太平天国 他被迫投水自尽 大齐通宝从此消失 和大齐通宝放在一起的字帖 也同时失踪 再无踪迹 好在这段故事因为被戴以恒写进笔记 得以流传下来 我们戴家的人都晓得 1951年 国家鉴定清明上河图的时候 我以一个技术员的身份参加鉴定组 忽然想到了戴希的这个典故 不过那个时候 政治气候特殊 我不敢乱发表意见 残本一说 我只跟鉴定组长 郑振夺先生略微提过 可惜证据不足 他未能尽信 没有正式提出讨论 等到真本的鉴定结果一出来 我在那里也失去了意义 便找了一个借口 回南京了 那残本之说 刘一鸣也不知道吗 我没有跟他提过 不过以他的嗅觉 肯定能察觉到 我戴家和清明上河图之间 定有渊源 不然他现在 也不会专程把你派来找我 对不对 说到这儿 戴和轩从怀里 掏出了那枚大旗通宝 让他在指头之间来回的滚动 黄克武把这个铜钱送还给我 除了嗜好 恐怕还有提示我的意思啊 原来这枚大旗通宝 还有着这么一层寓意 这些人呢 什么话都不明说 非要绕一个大圈子 早知道大旗通宝 戴希和清明上河图之间 有这样的关系 我可能会省下不少的麻烦 我在心里开始暗暗地抱怨了 戴赫轩割下了杯子 我说完了 什么 说完了 就这些 对啊 对啊 就这些 这说来说起 清明上河图到底有没有残权 根本一点证据也没有 这只是你家流传的一段故事吗 我有些恼火 他说了半天等于什么也没说呀 这个故事当个历史和八卦还算勉强 想用来做翻盘破局的筹码 这实在是太弱了 我狐疑地盯着戴赫轩 看他到底又在玩什么花样 戴赫轩双手一摊 我从来没有说过 什么清明上河图的秘密 那只是你们一厢情愿的想法 我知道的只是这么多呀 这还是在我家里偶尔翻旧笔记才知道的 戴家的其他大部分人 恐怕连这段往事都不知道啊 我敏锐地注意到了他的用词 大部分人 什么意思 你是说戴家除了你 还有人了解这段往事 戴赫轩没想到 我一下抓住了他的话头 有些尴尬地喝了一口茶 哎呀 你还真是敏锐呀 好吧 我告诉你 不过你记住啊 这个算是员工的福利 戴赫轩说完 把大齐通宝又收回到怀里 眼睛看着天花板 这个江湖骗子第一次浮现出了为难的神色 下集预告 既然戴赫轩的侄女戴海燕知道清明上河图的底牌 事不宜迟 许愿和要不然迅速奔赴上海去找这个据说性格古怪的女博士 许愿在这头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 百瑞莲那边也没有闲着又整出一系列的幺蛾子 留给许愿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她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了复旦大学 在戴海燕的博士楼前 她冷不丁地看到了一个人 许愿顿时感觉自己如坠冰窖 感谢收听热播健保小说 古董局中局第一步 敬请订阅点赞 开启小读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